现在我想念经文十二章里 阿弥陀佛的十三种名号 我念阿弥陀佛念不出来 但念无量寿佛呢就可以 念阿弥陀佛又念无量寿佛 算不算架杂 如不如法 可否以此方式往生西方 往生西方 你要还要认真 从经教里头去学习 否则的话你不懂这些道理 理论搞不清楚 方法也不明了 单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口念弥陀心散乱 寒破喉咙也枉然 这就是说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不是说你佛号念得多 你心地不沉 你看看 你看看无量寿金三倍往生 往生正因 里面都说得很清楚 总的 刚领 发菩提心一向专利 这是总的 那你有没有发菩提心 什么是菩提心呢 我们这个对脸上写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确 慈悲 就是菩提心 你要自己想想看 我日常生活 待人处世 齐心都念 是不是这个心 如果是这个心 那你的发心 真 一向转临 向是方向 一门深入 你这一句弥陀念到地心 你决定可以往生 如果你没有真诚意 对人虚情假意 心地还有染污 心里面有贪嗔痴慢 就是染污 就不清净 待人皆无 还有高相 这个我喜欢 那个我讨厌 你心不平等 你没有智慧 你没有慈悲 那你念佛 不能往生 所以往生的人 一定是发菩提心 一向转临 你看那个三倍往生 上倍 中倍 下倍 通通 都有这句 下倍 往生 就是凡圣 同俱途 往生 也要发菩提心 所以我们最重要啊 除世 待人 真诚 没有一点 虚妄 别人欺骗 我可以 我不能骗人 别人欺骗 我怎么可以 因为他不想往生 他还要搞六大轮回 那我不想搞六大轮回了 所以我不能再用虚伪 虚伪的心 我要用这些 我要求生 极乐世界 不想再搞六大轮回 最重要的真诚 只要有真诚 后面大概都会有 都会去做 所以往生 进土 经不能不读 现在不但是你要读 而且还挺强 读 如果不能够理解 也没用处 你要能真正念懂了 我们念佛往生 有理论的依据 有正确的方法 那这个就是 效果就非常显著 才能成就